女子戴口罩对着死者鞠躬再鞠躬 连讲三次对不起她 就是2017年11月 涉嫌吸毒救驾撞死台中 陈姓烘焙师的金钱包 严姓女服务生 被判刑9年6个月 入狱邪了首封道歉信给死者家属 信件长达午夜 她说8月1号在监狱升到三级后 才能写信给朋友 信中写到去年底 收到陈姓死者姐姐的信件后 哭到没人敢安慰我 当下情绪十分复杂 但再怎么痛都不会比你们 失去亲人痛苦 也像死者家人道歉 我对不起你们 但家属面对道歉 依然不能释怀 原谅这种事情其实是不可能 因为毕竟真的我的家人就不在 人死不能复生 姐姐说将信拿给爸妈看 爸爸有些感慨 妈妈还是无法释怀 我爸爸是对于他跟我妈妈来讲 就是他们这个是一辈子 都不可能会 会释怀的 陈姓烘焙师原本有着大好前程 钻研烘焙开店 却被吸毒后 又酒驾的酒店女子撞上 短送性命 现在收到对方的道歉信 家属觉得格外讽刺 在里面的这些表现 其实都是为了要出来 这才第一封信 哪里看得出来 什么样叫做陈姓 我觉得日久见人心 死者姐姐说一封信 不可能帮凶手洗掰 家人也不可能谅解 对方到底有没有诚心悔改 一切都要等服刑完 才能日久见人心 记者程式员谢云甄 台中采访报道